好 歡迎昭榮主廚 今天要教我們大家做的是 什麼樣的甜點呢 今天要教的是這個 而且這個做法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靠手跟微波爐 好 那我們就來做 好 那先幫我把奶油 放進微波大概三十秒 三十秒微波 所以今天都是靠它 不用烤箱喔 對 不用 那這個等待時間 我們做下一個動作嗎 我們這邊有兩顆的全蛋 大概一百公克左右 那我們把糖放進這個全蛋裡面 這邊大概三十公克的糖 跟三十公克的麵粉 麵粉 對 比例要記起來 然後除了柳橙片 跟這個橙酒之外 我們再用柳橙皮 去提升它的香氣 再加皮 奶油好了 好 奶油這邊差不多已經都溶解 我們就把這個巧克力片放進來 那巧克力片 我要選哪一種的呢 巧克力像今天這個糖量 沒有加到很多 大概三十公克的話 你可以選擇七十趴以上的巧克力 那如果你選擇是低於七十趴的話 這邊的糖量 就要稍微減少一點 才不會讓整個蛋糕吃起來 非常的甜膩 過甜 對 好 這樣子已經攪圓就可以 所以巧克力片 直接放到奶油裡面 它就會慢慢融化 對 真的 因為如果巧克力 直接放進微波爐 對 它直接接受高溫的話 巧克力的可可籽 裡面的巧克力 對 油脂它會被融出來 對 所以我們要稍微這樣子 這樣子讓它慢慢融 對 好 那我請豐田 幫我繼續講這一個 對 直到它融 好 我們這邊蛋糕稍等一下 我們先來做這個 柳橙的裝飾糖片 我們一般吃到這種 法式甜點的裡面的 柳橙巧克力 它都要經過大概七天的工序 那我們今天就要一個 簡易的方法 現在 我要跟造型師說道歉 怎麼說 真的 然後 鳳田你要買這一片了 我買 我買 滿下來 所以這個柳橙片呢 我們切大概零點四公分這樣子 薄薄的一片 薄薄的 然後把它沾上白砂糖 沒錯 那我們等一下是節省 我覺得妳要把我把外套先脫掉 還是我圍裙給妳穿 沒有 沒有 我覺得我也請妳給它穿 也來不及了啦 等一下後面還會有其他的 小點點 好 那我們把這一個 柳橙 把它放進微波爐 柳橙又微波 現在也微波 兩到三分鐘 可以微波 因為微波爐的原理它是 微波之後它水分會震動 之後產生熱嘛 對 所以它既然可以微波產生熱 代表裡面的水分會流失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藉由微波爐 去做成乾燥的糖片 好 那這邊巧克力跟奶油 這個動作真的好可怕 那如果豐田這麼多的話 整件連褲子都要買 真的 這樣 好 這就是蛋糕的主角嗎 蛋糕的麵糊 而且我們一般在烤蛋糕 都會覺得 應該要烤個三四十分鐘吧 不用 一分鐘內就好了 超厲害 沒錯 好香喔 它滅了糖 所以就是好甜的味道 像現在看起來表面水分已經收汁了 我們把它全部放進這種 可以微波的容器當中 這個幫我們微波三十秒 我們要把它分兩次 讓它的受熱比較平均一點 那這邊呢 我們要做這一個 麥克風的內餡 麥克風最常會在 麥克風裡面用到 大概一百二十五公克 放四味讓它軟化 只要可以把它這樣拌散 然後把鮮奶油放進來 大概十五公克 三十公克左右 好 糖 蛋糕出現了 對 你看 已經這樣 它滅都放出來了 你們有看到嗎 看起來好好吃 好膨好軟喔 所以剛剛裡面已經有 麥克風有糖 之後有鮮奶油 這個是杏仁碎 我們買市售買得到的任何堅果 加進來都可以 把它搗碎就好了 對 豐田自從穿了圍兜兜之後 就沒事做了 對啊 對 有一個 等一下 我站在旁邊 重要的事情 我們又要微波了 我們一樣要微波鮮奶油 對 但我們要把它加熱到 就是夠熱 大概七十度 把巧克力融化 讓它的那個熱度 但是這次是用牛奶來融化 鮮奶油 對 我們把這邊蛋糕 它拿起來 真的蛋糕耶 對 好酷喔 那我們在這個蛋糕的上面 我們要抹 夾上我們剛剛做的這個 麥克風的餡 是 對 冒泡泡了 冒泡泡就是代表它夠燙 夠燙了 所以豐田的重頭戲來了 是的 把巧克力 要把巧克力拌進去 沒錯 對 全部拌進去 好 交給我 好 我們把它放在冰水 我們邊攪拌它 像這樣子 好 對 我們只要把這一個 巧克力跟鮮奶油拌勻 是 放上我們的均度橙酒 再放進去 先加進去 對 這可以隨意加嗎 可以隨意加 所以我想要多酒濃一點 如果想把它灌醉的話 我們就加個 就可以加量這樣 很可以喔 我覺得很棒 還可以自己加酒 你知道我問這一題 我問這一題的重點 就是這個嗎 我們已經把它降溫了 好 我們就把它淋在蛋糕上 滿滿的巧克力 對 很高級的感覺 現在 我的時候就覺得 對 在主廚最後的敲手擺盤後 這一道橙酒巧克力蛋糕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馬上就來嚐嚐它的味道吧 外面好 開吃了 我們趙蓉主廚今天這樣子 這麼簡單用微波爐 就做出來的巧克力蛋糕 在家裡都可以做 好吃嗎 濃緊巧克力 很有幸福感 好濃 好好吃 但重點是那個蛋糕體本身 好濕軟 真的啊 你吃吃看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你覺得呢 外面有在賣的 而且它真的完全不鹹 對啊 再配這個橙 真的好好吃喔 太厲害了 我們給你們 我們趙蓉主廚 掌聲鼓勵 謝謝